我们因异地而分手 又因同学聚会而和好 但最终还是因为观念不合 没能走到最后 比如出去旅游 我会精心地计划游玩的攻略 但她总是睡到下午才起床 半晚才出门 去餐厅吃饭 我一般吃多少就点多少 但她一定要点满一桌子菜 而每个菜却只吃一两口 虽然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 但是拼凑起来就是整个生活 留学的时候 我曾谈过一个爱玩的女生 她明知道酒局上有喜欢她的男生 她还依然前往 并且一喝就是到半夜 让我很担心 我跟她多次沟通 但她每次和我保证完 每两天就又恢复原状 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 跟她彻底分了手 我不建议立一半有异性朋友 也不会阻止她的社交生活 但我也希望她能把握好交友的分寸 在我看来 男女之间的关系 并不只是口头的称呼 而是分寸的界定 我是如此 也愿你毅然 生活中也经常看到点菜 所以你有没有为这事发生过争执 就是点菜她要点好多 每个菜只是一口 其实我有跟她说过这个问题了 但是她不是特别在意 当时因为我还是学生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 不是说你点了一桌子菜 就是你好像就是 不是太顾忌我我感觉 这件事有女生 要说自己的看法吗 杨月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是觉得两个人 其实出去多点一点也可以 只要吃不完的话可以打包 对 我觉得女嘉宾说得非常对 但是她就是可能缺少一个 打包的习惯吧 不是很考虑我的一个处境 对 其实两个人在这些问题上 三观这些都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 我的体系里边就是不浪费食物 这是我的要求 你说又怎么了呢 在我这儿它就怎么了 这个就是我们点点滴滴 对人的判断和衡量 你觉得那个女孩去参加的 饭局上有喜欢她的男生 但是她还去了 这个是你不能接受的吗 是吧 我觉得 因为当时我明天要考试了 前一天晚上是需要复习的嘛 但是那她去了 其实我内心是比较忐忑 后来我去接她 她也不愿走 因为她是那种喝酒她一定要喝尽兴 她的描绘里面 她那个前女友有点小孩子气 长得不好要整容 做个梦起来不开心要打她 就喝酒又喝得忘形了 就是是一个心理年龄很小的女孩 其实听得出来 她对和女朋友之间的关系的那种 把握度不是那么强 所以你未来的情感关系当中 你希望找一个相对心理成熟一点的 还是说依然是希望一个单纯一点的 我觉得稍微成熟一点会好一些 对